我覺得人生最大的冒險 就是你不敢冒險 跑步是我最放鬆最放空的時候 一個人跑步上你可以跑得很快 但是你跟著一群人跑 你可以走得又長又遠 當時候就是為了跟學校去參加 全球的戈壁挑戰賽 112K這樣子 所以就開始投入跑步 一個小時對我來講是很舒服的 很解壓的 我可以全心全意的投入在跑步 專注我自己身體的呼吸 或者是說放空 然後這樣子營救一下 我覺得是很棒的 我一個人衝得再快 實際上還是我一個人 那如果我們夠把公司的團隊 一起就是說一步一腳印 然後大家一起努力 一起攜手 然後一起走得又長又遠 我覺得這是一件很重要的一件事情 那我覺得說在跑步上面 也讓我知道說 任何東西只有累積沒有起跡 比如說全馬好了 通常卡關會是在30幾K 你會覺得很痛苦 那單下是真的連呼吸都覺得好痛苦 很辛苦就想哇 好想趕快跑完 可是自己身體素質好像又跟不上 又就是說 心裡想著說要跑個五分數六分數 可是腳可能已經是那種七八分數 非常非常的緩慢的這樣子 所以就會想說該怎麼辦呢 那就是很掙扎 那也非常的痛苦 因為身體是極度的疲憊 那我覺得在創業路上也是一樣啊 你人生都遇到很多的關卡 那我就常常覺得說最大敵人就是自己 我回想我第一次跑馬拉松的時候 就是我根本都不知道該怎麼跑 對因為我是為了要去跑戈壁挑戰賽 所以去撤了一個全馬 非常的慘烈 腳起了二十幾個水泡 原因是因為我當天穿了全新的襪子 全新的鞋子 然後鞋子又不合腳 我起了二十幾個水泡 然後腳有三根指頭是黑掉的 所以我跑完步的時候 我腳原則上是沒辦法走路 都抬不起來 因為太痛了 然後因為夥伴大家都會互相加油 就說加油我們一定可以通過這個考驗 然後真的還是到終點了 2018年的時候我原本就是已經跟醫生約好 因為醫生說我兩邊疏軟管 兩個疏軟管都不同 所以就是已經做了很多的檢查 已經檢查大概五六個月 然後就要準備去做試管嬰兒這樣子 那因為要去做試管嬰兒之前就是 剛好有卡到我要去跑馬拉松 萬金石馬拉松 那我想說跟醫生商量之後 就先不做這個手術 所以要等我跑完之後再去做 結果後來我就這麼神奇的是 我居然已經懷孕了 我自己不知道我是已經懷孕了 我去懷著孕去跑那馬拉松了 我想這一切都是最好的安排 因為我跑了42K 然後小朋友居然還 應該只能說他抓得很緊吧 抓得很緊沒有飛出去 對啊所以很順利的就是 就是生下這個寶寶 所以Karen是那個喔 對啊是我跑萬金石懷孕生的喔 說實在就是有時候是一團混亂啊 就是說在公司不管是公司管理 或者是外面對內對外的開會 對家庭然後小孩對 然後自己的父母親對 然後是整個我覺得是不容易 對啊有時候覺得生命都快被炸乾了 做老婆做媽媽做你的工作夥伴 你覺得他蹭不蹭急啊 現在正說話 這樣不好說 好好說話 在工作上當然是說是比較 就是很投入這樣子啦 然後全力禮負這樣子啦 然後在家就就放空啦 沒有什麼全力禮負啦 所以平常都是我 可能照顧他比較多一點這樣子 所以就大家就是 就是各負責自己的一部分這樣子啦 九月裡算是我的那個神隊友 因為他比較細心 然後就是說很多家庭很多事情 都是需要他互相協助嘛 比如說我有時候要出去運動 讓他有他的運動 我們就會自己分配好時間 所以2006年的時候 剛學校畢業 研究所剛畢業的時候 然後我就帶著自己身上 就是僅存的15萬塊 然後開始創業這樣子 對 然後一路上就是 從電商起家 然後陸陸續續到現在 已經創業大概17年了 對 那我們目前有21家的直營門市 還有專櫃百貨 疫情的時候真的是 除了電商之外 我們的那個各大的實體店鋪 是非常的蕭條 尤其是三級警戒的時候 幾乎都是沒有人 整條街都沒有人這樣子 那我們有一些實體店鋪 不管是在街邊店 或者是百貨公司 原則上是沒有什麼人去逛了這樣子 所以會帶領著店長 然後我去跟店長 然後就是我們會做直播 讓我們的顧客知道說 我們店還在喔 我們專櫃還在喔 那讓大家有一個聯繫的方式 就說讓他能夠想起我們 那可以透過在直播的時候 與大家互動 他們也可以直接下單 我覺得企業現在這個年代 應該說世界變化非常的快 整個世界的 就是說 迭代的順序 迭代是非常非常快 可能出了一個新的 可能不到半年的時間 又要再換另外一代 一直不斷的迭代 所以催塵出鏡是非常的重要的 我覺得這 因為這樣子說 我們必須要擁抱改變熱情學習 挫折也是一個很好的一個學習機會 就是我們同事突然小朋友 生病了突然請假 那他很nice 他第一句話就是問說 欸小孩還好嗎 他有時候 就又很衝 會帶我們去達標 達到業績目標這樣子 那有時候又很厲害 很像CHAT GPT你知道嗎 就是產品的知識啊 都很齊全 然後我們也遇到問題 那他都會給我們找到答案 然後得到 我從他身上得到很多協助 才可以很順暢這樣 你還是要怎麼做 深呼吸 掐住大腿 我就是怎麼大腿都黑青了 沒有我覺得說 我覺得說我只是幫打工的人打工 並不覺得說自己是怎樣子 就是說是協助大家一起去創造自己最大的價值 這是我存在的最主要目的這樣子 我覺得人生最大的冒險 就是你不敢冒險 勇敢的脫離你的舒適圈 有夢想就趕快去追吧 Ciao y'all